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来评论大家对这场选举关注的时候 你的态度 这个态度包括你自己为什么选择你喜欢A而不喜欢B 比如说你喜欢川普 你讨厌拜登 或者你爱川普爱到痛恨所有批评川普的人 或者有些人他完全不能够忍受川普 所以这是第一个是你的态度 第二个是你看待别人的态度 什么叫做看待别人的态度呢 就叫做尊重 在民主政治里头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这是胡适的谈话 曾经法国的哲学家讨论当时法国大革命 自由 平等 博爱 他们说这个顺序错了 应该第一个叫博爱 第二个叫平等 第三个才叫做自由 当时的顺序第一个叫做自由 第二个叫平等 第三个才叫博爱 一个没有博爱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当时的法国皇室 把当时的玛丽王后斩首砍台之后 有将近五年的时间 法国 巴黎城 天天都在砍头 砍到谁呢 砍到最后 连原来带着老百姓 发动大革命的领袖 罗伯斯比 自己都被砍头了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黑暗时代 它并不是法国大革命里头 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巴士地狱 监狱 然后那时候很多法国人觉得叫做法兰西的荣耀 因为法国创造了大革命 塑造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争取的价值的精神 可是在那个年代 那场大革命 在那个当下带给老百姓的是荒谬的 暴乱的 暴政的 无比的痛苦 所以很快的 帝制就回来了 那为什么没有不爱的自由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有看你头的自由 我有看你不顺眼的自由 你曾经是一个挥霍的皇后 所以你要为国库的空虚负责 其次他们也不去思考 其实从过去路易十四开始 你从法国历史来看 路易十四呢 跟康熙皇帝的时代是差不多的 当时的法国其实不足以支撑路易十四 去盖一个那么漂亮的凡尔赛宫 可是路易十四做了这个凡尔赛宫 他认为他要显赫的 叫做法国皇室的荣耀 跟法兰西在法国文化里头应该有的地位 那个时刻其实法国已经出现了饥荒 很多农民已经无以为继的生活 法国的国库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路易十四很重视文化 很重视艺术很重视建筑 他把钱花到到了后来他的后代 整个法国的通货膨胀 老百姓的饥荒最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我有恨你的自由 我有推翻你的自由 我当然有开你头的自由 而坦头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经过审判的 所以为什么会说没有不爱的自由 它不是真正的自由 因为这个自由的定义 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某一群人身上 由他们来决定的 而这个掌握权力的可能是罗伯斯比 他要砍谁的头 下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就觉得说 你带领我们这场大革命 就把这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最后我也要砍你的头 所以罗伯斯比的头也被砍了 那法国的哲学家在当代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没有不爱的平等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社群媒体 大家都是平等 我讨厌谁 我就到你上面里头去留言 我可以留言最肮脏的话 我留言一个很愤怒的话 我们讲的酸民 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来 如果你不是很尊重别人 你在谈什么平等 你到别人的地方去留言 或者是你想全面的去攻击一个人 你认为这个叫做平等吗 这个叫做霸凌 所以法国哲学家才会说 当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不爱 要倒回来 好 我把这个故事先讲完 为什么常常都要讲别的故事呢 因为我如果直接的切入要害的话 切入我的主题的话 你们就听不下去 因为你们对很多事情 跟包括我自己 可能都对很多事情 早就有主见 有常见 有偏好 如果我们不经由冷静的思考 比对以及理解对方的话 我们就会从偏好变成偏直 在这场美国总统大选里头 你可以切除好几个不同的议题 这个议题里头 如果你是一个黑人 你可能很在乎美国长期的种族 所形成的压迫 你很在乎美国的黑人 他们在马路上开车 他们很可能被拦截检查 而且被要求下来 我查你所有的口袋 然后就被误杀的几率 比白人的比例高了将近20%左右 你可能很在乎这些事情 所以你就会支持BLM 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 而且你甚至觉得这个国家的体制 从当年续养黑奴 到今天为止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这个体制 根本就是压迫体制 就是应该被革命掉的体制 所以我应该破坏这个体制 你最后就觉得 你可以放火烧这个城市 因为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单独的正义 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 你让我们黑人没有命 你们凭什么过平静的生活 所以一件事情 它的价值被拉到最高的时候 它已经不叫做自由 也不叫做人权 它把自己的价值拉到很高 它没有去考虑 其他的相对价值的时刻 在这个时期 它会变成暴动 如果它是掌握权力的 它就变成暴政 如果它是掌握舆论的 它就叫做垄断舆论 甚至它变成一个 在网络上后的霸凌 那你在美国 如果今天 你是一个非常讨厌 说谎的人 你很在乎诚实 这些是你的价值 那Joe Biden 是不是一生都很诚实吗 有些人说他是nice guys 可是有些人说 他可能是伪君子 但他不是一个睁眼 完完全全说瞎话的人 他不太像川普 当他接受福斯电视网 我为什么常用这个例子呢 因为福斯电视网 是几乎99% 完全支持川普的 可是他接受福斯电视网 在两个月前访问的时候 当他要攻击Joe Biden 攻击拜登 他是反对 页言尤其的水牙列结法 结果主持人就告诉他说 他没有说过这句话 他没有主张过这个事情 他不理睬 这两个月来他一直讲 他为什么一直讲 因为水牙列结法的时候 牵涉到好几个关键州 最重要的除了Ohio之外 就是Pennsylvania 宾州有20张选票 目前呢 就是六大摇摆州 要决定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而美国的特殊制度 就是选举人团制度 使得上次希拉蕊 哪怕在很多的州 他跟川普的差距都0.7 0.8 他只输给他0.7 0.8 0.7 0.8 可是那一整州 所有的选举人团票 全部都是川普的 所以美国的选举 因为是这种制度 宾州 佛罗里达州 几个大的州 Wisconsin 就成了宾家必争之地 而这一次在佛罗里达州 两个人是平手的 在宾州呢 本来 川普在上次是赢的 而他为了打钢铁战 对全世界宣战 也是为了宾州 就是因为有20张选举人团票 所以美国总统的治理也很悲哀 他是看着选举人团 你有多少选举人团票 你会不会是摇摆州 你是不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像 好像得不到的爱情 因为是最美的爱情一样 那个摇摆州啊 才是我最重视的地方 所以他谈很多话题 是很针对性的 针对这些摇摆州 那如果他谈了这些话题本身 是拜登 是拜登真正犯的错 那没有话讲 可是他明明知道 他说的不是事实 他可以一直讲下来 一直讲下来 因为他要不择手段的意 好 如果你觉得诚实 或者是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伪君子很可能 我们都人生 也可能说过谎话 可是我们对于某些手段 是有下限的 我们不会做到不择手段 如果你觉得这些价值都不重要 那你就觉得川普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很重要 诚实是个重要的价值 那人难免会说谎 可是你不可以睁眼说 小话到 面无表情 毫无感觉 你不可以对许多事情 说谎说个不停 连别人已经更正了你很多次 而且不管别人怎么提醒你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 你还是说个不停 你觉得这个事情 你很在乎 那你就很难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的确在很多事情 包括在疫情 包括在疫苗 包括在很多 像我刚才讲的 水压裂解法这件事情 他是不择手段的要赢这些摇摆咒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支持川普了 你就我没办法教我的小孩 那你觉得它不是个价值 你就觉得没关系 赢了就好 为什么 因为川普有更重要的价值 那第三个 比如说你觉得 对美国来讲 美国需要一个 绿色能源的重要的总统 那你可能就会支持拜登 如果你觉得 美国需要一个把军火业 完全壮大起来的总统 那你就会支持川普 所以很简单 就是每个人本来就可以在 一场美国总统大选里头 你会依照你自己认为 什么样的议题对你是重要的 而选择谁 那台湾呢 很热衷这场美国总统大选 从来没有这么热衷过 很大的原因是China 那对于China这件事情呢 国际政治专家 跟一般的老百姓 有不同的解释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 专家是没有地位的 一般老百姓自己本人的直觉 才变成舆论的核心 变成主流舆论 这是一个悲哀 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一个数字 在9月份的时候 中共采购美国的玉米 成长了675% 675%就是接近七倍 好了 如果今天川普的当选对中国是不利的 你是因为反中所以支持川普的话 请问中国发神经啊 他为什么要9月份买 他可以11月份买啊 因为才隔两个月啊 而且他要买好吧 我应付你 那我就多买两倍嘛 百分之两百 我多买一倍嘛 成长百分之一百 我就再多买一倍嘛 我干嘛买到百分之快要675% 你认为中共是反对川普吗 你跟中共一立场一样 我在想干难听 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中共同路人 因为你们都是支持川普的 如果我讨厌你们对中共的支持 我可以把你骂得这么难听 但我愿意吗 我不会 我不选择用这种语言去说人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 所以支持川普的原因 是因为感受到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而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跟不给予台湾一定的主体性 不让台湾参加很多国际组织 对很多人的内心里头是很大的伤害 而这种伤害呢 导致了你在情感里头 对于中国的愤怒之外 也对于川普对中国 语言上直觉上 你听到这种毫不留情的指责 China Virus你爽透了 It's all China Killed by China 美国的经济是被中国杀死的 美国今天新冠病毒会死这么多人 也通通都是China Virus 你觉得爽 所以你要支持川普 这一点 我可以尊重你 但我不会同意你 因为我认为你并没有阅读太多 跟国际政治有关的资讯 那你可以骂我骄傲 你可以骂我骄傲 但抱歉 你可能也要想一下 是不是你的资讯 并没有那么充分 别人在资讯上跟你取得的 我不要说我比你充分好了 我只要说 我比你有不同的资讯 这样可以这样说好吗 那彼此尊重可不可以 否则的话 我们这些 在某些事情上 对川普 对于民主政治破坏这件事情 有所批评的人 都变成中共投入人 那我也可以说 明明中共在9月份的时候 大买美国的玉米 675% 而且不是现在需要 还要拿出来囤积 他还不等总统大选之后才买 因为这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他何必在两边压保呢 他压保以后万一 Joe Biden当选 而且现在明明就是 全国性的民调里头 是Joe Biden领先 他为什么压保川普 所以显然他在帮川普竞选 我可以这么简单的 就说这句话 所以所有支持川普的人 你们都是中共投入人 想话大家都可以很难听 好吗 That's very awful 非常糟糕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态度 其实这样的人 他就是民主政治的毒瘤 因为你对自己的意见 过度自信 你对跟你不同的意见 你和红卫兵一样 你过度的敌意 那如果我说 在这场中红大选里头 有很多人 尤其是美国最近好多诺贝尔金学长得主 好多的各种不同的哈佛大学的教授 集体的反对川普 理由 有一部分的人是科学家 他们认为川普是反科学的 所以好几个杂志 科学杂志 像Science 像Nature 他们创刊了快要200年 从来没有介入过政治 结果这一次 他们站出来 要求大家支持拜登 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 有一个反科学的总统 他们是科学家 他们有他们的立场 那你认为他们是中共同路人吗 你必须尊重 这些科学家 他们认为科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了 那有一群人 他们反对经济学家 为什么反对川普呢 因为他们认为川普 已经把美国的预算赤字 高得太高了 他减碎减到 美国的预算赤字 高到已经没有空间 而且美国的政府的收支太少 因此没有能力进行 更大型的经济投资 而当他没有能力进行 更多的政府投资的情况里头 美国的经济将来会无以为继 而且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 会更加的严重 美国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投资 包括在绿色能源 包括在很多其他立体里头 做投资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只有那些富有的人 会越来越富有 而失业的人会越来越失业 所以经济学家又有他们的逻辑 因为他们认为预算赤字这件事情 足以拖垮美国 让美国一天比一天衰弱 一天比一天衰弱 那个世界第一的美国 隔个十年之后 他就会变成第二 所以他们的逻辑 从经济学家那几个诺贝尔金学长得主来看 他的逻辑 他是为了爱美国 他要维持美国第一 那你不在乎这个议题 因为你是台湾第一 你认为你的优先核心议题是台湾 你并不care美国的立场 那你必须尊重这一群人 他是从这个角度看事情 还有一大群人是政治学者 他们为什么反对川普 他们反对川普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是精英 因为他们在乎民主政治的价值 在欧盟 欧洲国家普遍都反对川普 除了川普反对北约组织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而且对他们的国家来讲 主要的敌人是俄罗斯 不是中国 第三个 他们不能接受 川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他们认为川普跟普丁的意识形态 是激进的 所以这一些 可能对民主政治价值 觉得很重要的 这些民主社会的欧盟国家 或是有的时候 我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最大的忧心 你问我 我对川普最大的意见 是如果美国证明一个 每天靠不实的讯息 或是经常靠不实的讯息 或是他懂得操纵民意 或者他对三权分立不够尊重 或者他滥有美国宪法 给他的总统的权利 或者他对美国宪法里头 最崇高的大法官 这些大法官是终身职 他们可能会历任将近 八个到九个总统 他可以在四天之内 共和党就通过了听证会 然后马上提名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 他只在乎权利 他并不在乎美国的宪法 那你们可能跟我很不同 我在美国住了快要十年 而我从小是一个 民主政治的信仰者 我从小在乎的是 民主政治里头 很核心的某些价值 在这个状况里头 我会对川普有意见 那你们可能不觉得这个是价值 你觉得台湾反中国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价值 而我认为民主政治 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因为我看的是长期的 我看的不是只有台湾 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我也不同意你们认为 中国是反川普的 中国是支持拜登的 我也不同意你们认为说 这个川普是反中国的 两个都反 为什么 最近成了美国的主流名 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 中共的一些领导者 还望向川普家族 因为他们是生意人 好谈 是可以商量的 当然他们慢慢会发现 美国的集体社会的意识 美国在乎他的第一 被中国取代 美国本身 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的很多制造业的工人 跟中国的很多世界工厂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有所冲突的 美国本身呢 过去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第一的国家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 任何爬到第二位的经济体 都会被他们攻击 何况现在的美国 有这么大的一个贫富差距 失业的问题那么多 整个生产链 通通都移到了亚洲来 从日本 四小龙 到中国大陆 到越南 现在总算这样的对象 经过这四十年 就是中国 那某程度来说 川普的支持者 大致都是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 中国慢慢醒了 他也发现 他也收买为了川普 但是他仍然还是买了 快要675% 在九月份呢 不是今年二月 不是三月 也不是四月 也不是去年 是靠近总统大选前两个月 搞不好 过阵子 11月3号之后 你会看到公布说 10月份买得更多 为什么 就是增加几个重要的农业线 在我们现在讲到 六大摇摆州以后 好几个农业线 尤其是Wisconsin Wisconsin呢 过去川普是势在必得 上次也赢了希拉蕊 希拉蕊 输给了他一点点而已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赢Wisconsin 所以他要拜托郭台铭去投资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他要赢这个州 这些农业州 就是他要巩固他的选票的地方 那中共在这么靠近选战的时刻去买 你认为他支持谁 他可以隔两个月再买 我刚刚说过了 OK 所以我认为在经过这场大选之后 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号头号敌人 这些事情不会改变 不管他叫做川普 还叫做拜登都不会改变 而中国妄想以为 我掌握你一点点资料 或是我掌握你家族里头的一些利益 我就可以跟你好好谈 这个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或许四年前可以 或许三年前可以 或许两年前可以 现在已经不可能 好我回来谈今天的主题 我要说的是 我很在乎的是长期的什么 比如说1989年共产主义垮了 柏林围墙倒了 那就代表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崛起 那就是资本主义 同时当时还有一个普世价值叫做民主政治 但是如果美国在这次选举里头 最后川普当选 而且是很大的当选 而且是经过一些很不恰当的方法 最后由他当选 比如说他不接手邮寄投票 他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 就指控邮寄投票 通过都是作弊 而一堆老百姓也跟着他同意觉得是作弊 然后送到了大法官会议 他们称为叫做 Supreme Court Supreme Court 和大法官还真的依照党派 做出了投票 然后导致美国这场大选 民主选举 他的民主精神 情况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他的选举简直就不是一个按照民主规则 应该有的和平转移政权的一个民主选举 虽然他不可能军事政变 但是呢整个选举呢 应该有结果的 却不会有结果 而且最后由党派来做决定 如果美国走到内部 我告诉你最高兴的人是谁 最高兴的人叫做 第一名叫做习近平 第二名叫做普丁 第三名叫做金正恩 而这正是川普阵营现在想要的 川普在前任的测试班农 最近对于未来的美国选举 有一套他的剧本 我在明天文签十一日报 为大家做这个铺陈 但今天呢 我想先把事情为大家做一个解析 在一件事情里头 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不一样 我关注的就是 如果美国在这次选举三权分力垮掉 而且川普最后赢的方法 是不是靠正常的 说他关键选举之后他赢了 那因此他就赢得了总统大选 他赢的方法是靠 反民主的方式赢的 那未来 人类民主政治不会是普世价值 那是独裁政治的胜利 那我很在乎这件事情 你可能不在乎 你可能只在乎 哇 最近台湾海峡 中共的军机来 美国的飞机也来 你只在乎这一点 而且你的直觉知识表示 只有川普可以抗中 那是你的看法 我不能说你的看法 很糟糕 我只能够说 我对这件事情 在资讯上跟你 根本就不同的见解 但我更关心的不是一时 我更关心的是一个 长期的民主政治的 彻底价值的一个崩溃 民主的瓦解这件事情 那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立场 你有你那样的立场 我看到了中共在9月份 居然去买了美国 670%的玉米 就哈哈笑说 原来他暗地还是支持川普的 那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讯息 有些人看到了A 有些人看到了B 有些人看到了城市 有些人觉得Joe Biden太笨了 有些人觉得Joe Biden 在某些议题里头 他要让石油业转型 然后这会可能导致 美国的业业 尤其不能够在独霸世界 然后又让很多 可以玩弄全世界权力的 一些石油的权力 又回到了阿拉伯国家 或是回到了普丁 他们觉得这不好玩 你可以在一场大选里头 因为各个不同的立场 包括科学家的立场 包括疫苗者的立场 包括新冠病毒的立场 包括各种不同事情里头 去选择你在美国大选里头 你要在乎什么 可是我要讲的结论是什么 你没有理由 因为人家跟你有不同的选择 你去乱骂人家 这是最严重的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所以不要告诉我 你因为民主政治 你是相信民主政治 所以你支持谁 No No 你不是 如果你不能在这场 美国的总统大选里头 跟别人做理性的讨论 或者你不能理性的 聆听别人的声音 或者你愿意去更谦虚的 去看很多的资讯 然后再来重新想一想 我的想法 对不对 或者你至少截止你自己 不要一天到晚丢个什么 航特啦 跟谁的关系啦 跟什么人的关系 这种方式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 你能不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 然后在别人的意见的尊重同时 也去审核你的意见 有多少真实 有多少错误 比如说我看到了 Joe Biden的儿子的笔电 我在看事实的查核 然后我就开始想 这么多人都跟中国 是有利益关系的 这我也会看到 他也会增加我的资讯 我也不会说 他跟中国一点利益都没有 不可能 我不会因为不喜欢川普 看起来像个民粹领袖 就因此对于Joe Biden这个人 或是想象他们这群人 都是全然干净的圣人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件事情里头 他有好几个面向 我刚刚都一个一为大家提出来 而他可以因此有不同的答案 这正是民主政治 如果你不能接受有人 跟你有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答案 I'm sorry 你适合住在独裁正体 你可能更像中文同路人 你不喜欢我说这句话 对不对 那你不要对别人说这句话 因为我发现 这场中文大选里头 几乎只要不支持川普的人 都被一些人乱骂 骂这句话 太好笑了 然后呢 我们号称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国家 Are you sure? I don't think so 拜拜 十五位 五位 主席 五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